下午12点,大家都来到集合 见到这辆黑色双层美食巴士,大家都跟着上车 别以为先到先有位,一齐都已经安排好了 广阔的玻璃车顶,最适合看风景 有时太阳都几晒,查定防晒,带定黑超 巴士的下层是厨房,厨师准备午餐 究竟有哪四道菜呢? 提提大家,团肺是不包饮品的,好像蒸馏水就成为8欧元起 或者另加20欧元,有齐红白酒,蒸馏水等等 在巴士放那么多酒杯,不怕跌倒吗? 其实有个特别的酒架放酒,只要小小力就可以拿起酒杯 不要挂着吃不记得看风景啊! 一见到巴黎铁塔,大家都赶着去拍照 还有出名的罗浮公 想认识巴黎名声,可以利用这部导赏机 有8种语言选择,很方便 那人有三级感怎样呢? 巴士是有洗手间的 绿灯代表没有人用着 里面很干净 当见到海旋门,这个旅程就差不多了 喝一杯咖啡,吃一件蛋糕就下车 想知道整个美食巴士团好不好玩? 不如看看记者有什么评语吧!